有声有色有滋味,请看天天故事会 接着讲故事 北京的郭伟呢,他是一个专门教人跳肚皮舞的教练 你像一个大男人,跳肚皮舞 是不是让人感觉有点不大舒服 甚至还有点别扭 肚皮舞大家都见过 可是一个男人跳肚皮舞,您见过吗 大家好,我是肚皮舞专练郭伟 欢迎大家来进入我的肚皮舞世界 来一起跟我跳肚皮舞 郭伟原来是一个健身教练 专门教人跳健美操 他一下子迷上了肚皮舞 为了学到最正宗的 他甚至一个人去了埃及 到了埃及他才知道 原来在这个肚皮舞的发源地 教肚皮舞的老师都是男的 因为在国外阿拉伯父母是不允许工作的 所以说在很多男性跳肚皮舞 是司空见外的,很平常的 在埃及待了两个月 回国之后 郭伟在北京一家俱乐部 专门教人跳肚皮舞 好多爱美的女孩子都跑来跟他学 我们老师一跳舞 他就能征服你 你不觉得吗 这个女孩学肚皮舞是为了减肥 看起来效果不错 我用了120多斤啊 现在都110点了 国伟说 其实有点小肚子的人 最适合跳肚皮舞 肚皮舞娘是要 身上有肉才可以跳得好看 太瘦了 你看她就太瘦了 她这个偏瘦 但是说 作为普通人来说 会越跳越瘦 但是对于专业人来说 她需要 需要把这个肚子有学 现在来学肚皮舞的大多是女士 郭伟希望能来些男同胞 很多她想学 但她不好意思学 包括我在健身房上课的时候 她男性都会趴 那个门口趴一六 在这看 然后我去更衣室 换衣服去洗澡的时候 她说 老师这个动作怎么做 这个动作挺有意思的 怎么做 她就会在更衣室问我 郭伟说 男同胞跳肚皮舞 好处很多 比如说有些男性 有啤酒坐啊 或有些 这张酒坐啊 就是沉积脂肪 然后她练习这些动作 可以有助于这个肌肉的这个收缩 然后有助于形体的足道 所以说就不用练 我起坐了 练肚皮舞吧 他这肚皮一抖 我这心都跟着抖 别说穴了 看看就行了